自从本师释迦摩尼佛降世以后 说法度化众生 从此四人才知道因果报应 戒杀放生 在金光明对圣王金上 有这么一段慈悲祭命 取向囊全的故事 很久以前 在古印度有一位闲者 流水挡着的儿子 深信悲天闽人 尊厚善良 小小的蝴蝶 真自在 去吧 天地任你遨游 哇 多美好的世界 我也应该到更远的地方看看 好大的太阳 真是热死人了 好可怜的牛啊 愿你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么巨大的恐龙 也难逃一死 最后也疼白骨一堆 阿弥陀佛 善哒善哒 咦 这是什么东东啊 嗯 明天过后吗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之境 愿天地万物 得其所灾 哦 怎么回事 唉 又是一条小生命往生 咦 奇怪 这鱼从哪来的 哇 原来有一座干涸的水池 那么多的鱼虾 都快不行了 我要赶快去求救 Safe 国王陛下 求您伸出援手 借我几只大象运水 外面有好多小生命 没有水 都快活不成了 嗯 好吧 来人啊 赶快叫急大象 与装水的皮囊 即刻出发 哇 连小老鼠也来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责 贤者接同他的两个儿子 满怀兴奋感谢老天 并开始对着水面述说 苦空无常大法 后来鱼虾们因为文法姻缘 不约而同的都超身天道 从此在天上做个真正快乐的小天使 修行者应该感谢友情众生 给我们无穷的机会来修行菩提心 即培养功德 若是没有众生 菩萨就不能成佛